最后一个问题 问四个女生 就如果大家 就你们完成了自己 阶段性的一个目标 比如说健身 或者旅游也好 你们会用什么方式 去奖励自己 我很喜欢吃 只要目标达成 我就会奖励自己一顿饭 比如说餐馆 或者是一些 平常舍不得吃的一些东西 完成自己阶段性的目标的话 肯定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那么我收获了这段时间 我的成就 我可能会奖励自己说 我出去旅游一趟 旅行一趟 这样子给自己一个奖励吧 我是会选择出去旅游 来奖励自己 因为我平时健身嘛 然后所以会去吃一顿放纵餐 两个旅行 两个吃饭 说了一句 吃旅游 好 我跟你说清楚 你要选中间两个女生 万一人家不答应的话 你自己走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你的决定是 我决定 因为我现在是 我喜欢交换技能 我喜欢运动类的女生 所以 所以我选择 我选择几次 来 来 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 由港容蒸蛋糕提供的 浪漫海岛之旅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